今天來的娛樂通通有兩個主題 沒錯 首先第一個主題就是 韓國人氣男神 李宗碩專訪 沒錯 韓流四大天王現在就是 哪四個 李敏昊 金與冰 金秀賢 還有李宗碩 兩個姓金的 兩個姓李的 沒錯 兩金兩禮 兩金兩禮 厲害了 四大天王 我覺得我們太榮幸 對啊 對不對 他現在超級紅 而且他演的每個角度都好可愛 也是暖男的那種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人氣新男神李宗碩 驚喜不曉韓劇 連帶讓劇中男女主角跟著紅翻天 韓國男性李宗碩絕對是其中一例 尋找韓國健康人氣男神的他 更在三月份來台舉辦見面會 吸引兩千五百位粉絲到搶 票房破千萬台幣 連帶讓我的太陽 李宗碩蒙翻現場粉絲 二度來台舉辦見面會的他 跟前兩年來台情況相比 人氣三極跳 全靠在韓劇皮諾秋中精湛演技 加上暖男形象 讓他攀向事業高峰 而賣出的大陸戲劇版權部分 李宗碩更影將近兩億的價碼 硬是壓過其他前輩 也讓大家感受到新生代男神的魅力 強勢來襲 模特兒出身的李宗碩 跨足演員的演藝之路 算是相當順遂 五年前在韓劇《秘密花園》裡 扮演暗戀以上邪的 天才音樂家一腳展露頭角 劇中李宗碩高挑俊秀的外型 加上高傲演技讓他備受矚目 李宗碩在《秘密花園》裡 美景出現的時間不算多 但他在《秘密花園》裡 他爆發的高傲演出讓人無法忽視 李宗碩也因此戲約不斷 接著2012年 他和金宇碩一起出演 校園青春偶像劇《學校2013》 劇中他和金宇碩展現朋友間的意氣 因而人氣雙雙高漲 成為校女心中的新偶像 人氣越來越夯的李宗碩 2013年便擔綱第一男主角 和李宗碩演出聽見你的聲音 他飾演擁有獨心術 超能力的男主角浦修夏 默默守護 並愛著十年前保護他的李宗碩 深情模樣 不只迷倒一群姐姐精湛演技 更讓他失業再上一層樓 我以前謝謝你 人心找到我 我代表你 我代表你 等於你 你怕不怕 七個 你怕不怕 這 我怕不怕 你怕不怕 聽見你的聲音創下高修飾率 李宗叔和李宗英 這對相差十歲的姐弟戀 不再讓觀眾超級接受 還表示兩人化學效應十足 成為2013年度最佳情侶 而兩人在劇中 有不少令人心跳加速的吻戲 《停不停》的片段 也讓李宗叔多了 吻戲帝王的稱號 謝謝 稱為謝謝 李宗叔 李宗叔靠著聽見你的聲音 成功躍升韓國一線藍芯 不過他沒有因此自滿 接連了作品演出 皆挑戰演技 選擇在異鄉人裡扮演天才 醫生展現過人遺跡 2014年則演出 《皮諾丘挑戰記者一角》 與否心態事業 並依向說所與子女的關係 並展開一段 刻苦銘心的愛情故事 而劇中許多浪漫經典的條段 也讓他和朴信惠 成為最新的影幕情侶 故事名的 特別揭曰 無關 我心情忍 我心情忍 這首歌曲的名字 是最好的歌曲 完整的故事內容 加上演員們成熟的演技 讓戲劇播出時 成為同時段的熟識冠軍 而李宗說 靠著這部戲獲獎無數 難化最佳情侶獎特別賞 更成為2014年化美獎 最佳男子演技獎的殊榮 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得獎者 昨晚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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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說再度成為票房保證 連續四出戲都取得高熟識 不只證明了他的高人氣 他選擇作品的好眼光 更是令人佩服 李宗說在電視劇圈成功卡位 還在將演藝觸角身往電影圈 雖然電影處女作 並非擔當男主角 但首度一演出 便和許多大咖對戲 和韓國影帝級演員合作 表現可圈可點 在電影圈站穩腳步的李宗說 2013年和徐恩國洗手合作 演出電影秉席 而李宗說延續一貫孤傲的角色性格 渾身三發帥情媚力 和徐恩國一敵一友 笑容帶累的精湛演技 更讓秘密看得又哭又笑 很明顯 俠太太 學校長怎麼會? 親吻了嗎? 很親愛的男人 很可憐 我為你男朋友 我為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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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 我不是很可憐 我不是很可憐 為了這個游泳國熟的角色 李宗說從原本的亥鴨子 蜕變成為水中蛟龍 目前一天花好幾個小時練游泳 還進行嚴格的飲食控制 精液精神一流 他還許願國在電影裡 大受青春熱體 也讓粉絲們打包眼福龍 2014年李宗碩成為電影男主角 演出熱血青春 這回他形象大轉變 將著中青道象音 化身油腔滑掉的花心男 大受把妹招數 帶來嶄新形象的李宗碩 演技再次受到好評 李宗碩演出的電影 步步票房都開出亮眼全機 還被稱為挑選劇本 沒有食物過的演員 不過至今演出多為暖男 可愛讓人想疼愛的角色的李宗碩 卻透露往後想要挑戰不一樣的 李宗碩透過電視劇電影 神秀的觀眾們 可謂是炙手可熱的大事男星 接下來李宗碩 能不能如願姐也MAN一點 武打的角色呢 相信也讓眾多粉絲相當期待囉 吳迅雲的真理報導